台湾都市更因受害者聯盟並沒有反對督工 他在希望督工以一個更公平的方式去進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王家這個地方 他衍生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初在這個法條制定的時候 進行了非常多次的增幅 那當初一個利益很良好的法案 他卻到互相抵觸互相矛盾 最後變成是一個經常使用的一個兇器 那台北市政府當初在進行台北好好看這個政策的時候 就變成說他跟這個都庚條制是互相掩護的去替建商謀利 其實我們看到的都庚是這個樣子 而不是單純的只看到完美的滑下 然後就是乾淨整潔的試用 其實這個東西是跟我們外表看到有點抵觸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房子外表沒有辦法看到當初 因為都市更新進行而被迫遷的那些居民 他們所留下來一點對不對 是這樣子 那被迫遷的居民剛才講到是說 他們可以有一個新的房子啊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不願意或者是被強迫的狀況 因為他是用你在被拆遷以前的房價來算 那你如果說房子新的房子蓋好之後 他的房價一定會遠高於你當初的這個價值 假如說你當初你的地平沒有很大 或是房子的價值真的就是離那個太多 你最後就是被迫以就是你目前現有的這個房屋的那個價值去換算 然後建商會賠給你這筆錢 你還是必須要離開 也就是說這個房價在房子蓋好以前 他不會增值 房子蓋好之後他會暴增 這個時候還有炒作的空間 所以許多原來的住戶他們是沒有辦法負擔一個新的房子的 那地主的部分也並不是所有地主都有辦法負擔 像這個地方他原本有三十六戶 有三十八戶 這三十八戶裡面 最後為什麼只剩下十二戶再繼續就是 願意留在這邊去等待房子 因為許多人他們的家非常的小 他們是小的平房房房的價值並沒有很高 那更就是更新後的價值提高 他們一定沒有辦法買得起 那之前他們現在怎麼辦 他們之前現在在附近或是更遠的地方 就是租房子 然後沒有辦法擁有自己一個 就是原本可以使用的地方 他們被迫離開這裡 所以並不是說可以以原本的遺地 然後來換地 然後以一瓶換一瓶這種 一般來聽起來很完美 而且對自己有利的這個模式 並不是完全是這樣子 他要經過一個價值的換算 這個價值的換算 有的時候對於這種老舊社區來說 對這個老舊社區的原本居民來說是不公平的 那我之前有聽說的一瓶換一瓶是真的嗎 有些地方是 但是基本上就看建商怎麼跟你談 那這個問題其實有點 沒有辦法說是看這個地方 因為全台北市都跟正義安庭有六百多期 每一個每一期他背後的故事都不一樣 那一瓶換一瓶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態 但基本上是不可能 很多地方是沒有辦法 因為建商他為了要謀取利益 他不會就是那麼開誠不公的去跟你換取這些東西 他還是會希望你最後還是得用一筆錢去跟他買房子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之前有一個爭議是說 這個都更是不是都已經是經過一些大家開會討論同意 那就是說大家說哇 就是大家要做這件事情 那在這種狀況下 為什麼讓王家這個事情 你覺得他有看的道理嗎 因為當初王家並沒有出席公平會 那王家也沒有簽同意書 我們可以這樣講就是說 王家他沒有到場表示意見 並不代表他末世自己的權益 就代表他同意並沒有這回事 他並沒有簽下那張同意書 就代表他沒有同意樂陽可以取走他的房子 那有關於那一段的部分 我可以講一個事情就是說 就算你到場表示說你不同意獨更 你的意見也只是被納入參考 因為他是直接劃定了這個區域 然後就直接要去進行都市更新 他圈地了以後 你怎麼擋也擋不下來 因為你家一旦在這個區域裡面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表達你不要 你最後都是必須要離開 就都市更新他裡面有非常多很荒謬的地方 包括就是同意的比例等等 或者是有的是整件裡面綁了合件 那他的同意的那個比例兩個是不一樣的 那就是等於是一種窍取好多 所以就算王家他大聲的在社會上擠呼說 他不要被獨更 最後結果依然是如此 尤其是台灣市政府 他當初選擇用強拆來模式 就在在證明說他必須很迫切的去 進行他原本的政策 他要強行推動他的政策 所以不管他原本的住戶怎麼講 最後所面的問題還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公聽會也只是表達 正理宣達而已 公聽會等於就是說 建商去告訴大家他要幹嘛 那你可以表示意見 但是我一樣要做我原本想要做的事情 簡單講公聽會他只是一個程序 按照程序來說他必須要舉辦三次 或者是再更多次然後去收集大家意見 只是收集意見但並不代表我們就有投票權 或者是有決定權 那多數決這個部分純粹只是說 樂陽他要去取得這個同意書而已 這部分也不代表就是說 你不同意你就可以不被劃入 所以也就是多數決你能不能再講清楚一點 多數決這一塊就是說 樂陽他必須要取得一定比例 他就是這次公司必須要取得一定的比例 才可以進行他的事業計畫 那事業計畫書在就是在取的這個東西以前 他的這個公聽會一樣要開 他有很多程序要做 但是他並沒有一定 就是他的法律是定一個程序出來 而並不是定一個條件 他定了這個程序出來 只要那樣滿足了這個程序 他就可以繼續去進行這一塊地的掠奪 也就是我今天不管到處去講說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我們很多來這邊就是 就是來這邊聲援的 然後同時自己也是路根受害者的 的一些不同意乎 他們一樣也是面臨一段問題 他們純粹信函也寄過去都市發展局了 然後可是一樣的結果 他們還是必須要面臨最後還是必須要過錢 只是時間的問題 他有點像是一個 你如果非得要做的話 就是你必須要有很大的權利 像 像這個 波瑪的波瑛液這樣子 他說他不要 那日常也不敢動他 那像那一棟則是因為 他的那個容積獎勵已經用完了 然後日常覺得拆他會不划算 所以就會留下來 這有很多就是很現實的東西 他並不完全就是 並不完全是 嗯 簡單講就是多數覺得他本來就不好 我應該是這樣說 他沒有 他是很片面的代表大多數人的聲音 這樣 好 謝謝 我沒有什麼想問你 沒有問吧 還是 你不是說已經到底嗎 哈哈 沒辦法 那現在已經 還是我已經講了